HELLO 大家好 這次我想示範一下在家製作髮膜時的手勢 剛才大家也看到了 我用了一些療療器 然後用頭髮擦去按摩一下 如是者,我一邊都會分三個項目 把手勢拉出來,按摩完打直,斜斜地,向地下方向出 重複按摩十至二十下 這樣就差不多了 因為我這次用的手勢還未至於用頭髮膜 其實是一個比較滋潤的保護膜 所以我用的份量會比較多 如果你用到很高級別,也只用到很高的手勢 你用的份量會比較少 但我自己覺得,例如我現在的長度 有漂過頭髮、染過頭髮 如果我真的要認真去敷一個面膜 我自己認為是差不多一個奇異果 或者半個檸檬 那麼多的份量都是沒有問題的 在家裏做的 很清晰給大家看到 是分了三個項目的 兩邊都是 泵完不夠後才再拿 總共塗了六個項目 所以每次用的份量都可以很相約 這樣就可以很平均地塗得均勻了 當我們塗好時間裡 記得在尾部的位置都要稍微做一些按摩 因為如果一開始塗卷紋 有個小心得 如果你已經不斷地塗 其實會卡住很多頭髮 我寧願直接塗了它就算了 因為會減少頭髮的摩擦而卡住 然後起手 你看到我 就把頭髮盤起 輕輕繞進去 準備一隻大的爪夾 大爪夾比較闊齒 沒有那麼容易卡住頭髮 而且看到我塗的時候 一直都沒有塗近頭殼頂位置 例如現在手剩下一點 可以輕輕繞一繞 就已經足夠了 非常方便 好 我看見自己的樣子也想笑 大頂浴帽 當然啦 你家裡任何浴帽都可以 我會準備兩頂 一頂是乾頭髮用 一頂是濕頭髮用 一頂是濕頭髮用 濕頭髮用 濕頭髮用 做好之後 就用抹頭毛巾 焗一焗 焗乾一點 然後才脫下來 因為我不喜歡大力摩擦頭髮的 搞定 舒服了 掰掰 訂閱我的影片 下次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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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月 我們下個月 拍攝 有